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钻手 这期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项目叫做Sunflower Lent 这个也是一个恋人 但是呢,它的入场的成本非常低 然后它的通证SFL今天刚上了QuickSwap的DEX 然后之后计划是在15号 一个小的消息是15号的话 他们可能会开启第二次的一个农场Mint 然后它这个游戏本身它的玩法和一些竞技模型的机制还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计划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游戏 因为之前很多的游戏可能它都需要比较大的一个前提投入 比如说你去购买它的一些角色或者土地等等 而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工作室 他就能够进到这个游戏里来 然后享受这个游戏的一些早期收益 但是呢,这样过程里面其实会提高很多普通玩家的一个门槛 然后尤其在很多科学家或者是工作室进入之后 因为脚本的出现其实不一定能保证这个游戏的一个体验的 也不一定能保证这个游戏的经济循环能够比较顺畅的往后继续去走 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链有Sunflower Lent 它其实入场门槛就很低 然后呢,它的玩法也比较有趣 同时它也有很多就是房工作室的一些机制 它的通证叫做SFL 然后是今天刚上线 大概就是后面我们会详细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通证相关的一些事情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界面的就是Sunflower Lent的一个官网 你能看到就是它在下面这部分 它写的就是4月7号它的Game Launch 但其实这个游戏呢,它不是4月7号才上的 它其实很早就上过了 它以前的前身叫做Sunflower Farmers 它以前上的时候也是直接上的Polygon 然后应该是在就是差不多1月份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Polygon有比较大的就是拥堵的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啊 因为它上了之后会发现就是 它其实有些核位漏洞 然后就被那个黑客盯上了 然后呢,就把就是Polygon整个网络搞得比较拥堵 然后GAS费也很高 然后这个游戏呢,也因此就是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后面它们跟那个Polygon团队商量完之后 就是决定让这个游戏先下线 所以最近呢,它们有改名字叫Sunflower Land 然后再次上线了就是这款游戏 同时也是在Polygon上去做的 但就上线完之后啊 你可以在那个Depreader上去看到它们的一些数据 包括Fullprint去看一些数据啊 其实你能够看到就是在整体的排名上 Sunflower Land它的排名的用户数上是最高的 然后另外就是你去看到详细的用户情况的时候 你会在就Fullprint看到就是从 因为它是4月7号刚上了 那个时候发了10万个的土地 然后呢,其实能看到那个时候就是玩家很多 然后到后面其实都还是一个不错的玩家一个增长趋势 这它的从玩家角度来看 其实是一直在往前去走的 然后目前呢,它10万个的 原来的最开始的那些土地已经被占满了 所以你现在再要去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没办法去玩了 如果你现在要去玩 可能会跟就是 你在前面去点这个Beta的时候 会跟我们一样就是进到这个Collecting 然后你切换自己的那个Mail Mask的网络之后 你会进到下部页面 但是呢,它会提示你就是 现在土地已经全部被Meta完了 所以你暂时都是无法去体验这个游戏的 但是呢,它的通证SFL是今天正式的上线它的二级市场 所以我们觉得因为它的经济模型比较有意思 然后它的机制比较有意思 所以还是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游戏 它我们整体会从三个角度跟大家讲 就是从它的农场的创建 到它里面的一些种植树和一些玩法 再到它独特一些反错不得的机制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游戏 首先是你进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它最开始的那个土地 所以会拿就是一些video的截图和它的白语书来跟大家做一个相机介绍 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你需要进入它的游戏呢 你需要一个Sunflower Lens的农场 因为现在没有那个就是空缺的农场 一般就是你在最开始如果有的时候 你进去这个游戏之后呢 你需要去给它捐赠一定的Matic 它是从那个一个Matic起步的 当然你也可以捐更多 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Matic起步 所以你的入场成本可以最低呢 就是一个Matic的一个成本 然后有了这个成本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置它的那个界面 然后呢有了这个就是捐赠完之后呢 你就能获得它的一个土地了 然后每个土地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编号 有个单独的一个ID做一个标识 那目前呢就是它的ID所有都放完了 所以后面再去的玩家 都现在无法体验到这个游戏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一个推特 就是这个朋友 他之前有发过一些 就是关于Sunflower Lens的内容 然后这里面有写到 就是他在5月15号的时候 可能会有新的5万个的农场出来 所以大家感觉现在可以持续关注 他们的Discord 或者他们的关推 看有没有就是相关的信息进一步出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你在进入游戏之前 需要去的就是有个Lens这个东西 然后之后如果你进入到这个链子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玩它里面的种植啊收获 包括制作等等一些经营类的玩法了 然后呢在它的白笔书里面 其实会把很多的就是 它里面的经营玩法 然后把里面的道具都讲得比较清楚 然后这些道具呢 很多已经上线OpenSea 然后你在OpenSea的这个界面上 其实能够看到 这有很多的就是相关道具 包括国旗啦 然后有一些墓碑啦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这个界面产出来的这些道具 然后你在这上面都能完整的 基本上完整的能看到它这些道具 在上面做一些售卖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EDH去买它这些道具 因为篇幅有限 然后它里面的道具又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次呢 不会很详细的去接上每个道具 它的具体的功能和它的用法 我们这次呢会从就是核心的 这个游戏的玩法逻辑上 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首先第一个就是 它龙作物的一个种植 和一些种植物的一个解锁啊 以游戏中常见的 就相远魁为一个案例了 我们去找了一个video啊 这个video呢 你可以在其他的就是地方都能看到 包括你可以在就Sunflower 它自己的一个官方的一个YouTube上 去看到就是这个视频 然后你在这里面能看到 它很详细的一些操作 包括你在它官网上 就是这个视频也是很详细的 据介绍的就是 它从林到林是怎么去玩这个游戏的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比较重要的就是 它的龙作物的种植 和一些种植物的一个解锁 那你能看到就是在这里面 你会有三个大的一个种植物吧 就是这里有一个 然后呢这里有两个 但是其他地方还会有啊 然后你在这里面做的核心东西是 你看到第一个种植物上 这儿有向日葵 那这个向日葵 其实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这个Sunflower 然后呢它可以卖了之后去获得SFL 但是你要种这个向日葵 你是需要用SFL去买种子的 然后呢买完种子之后 你才去种 种完就是得到向日葵之后呢 你就去卖 卖完之后呢又得到就是SFL 然后又卖种子 它其实就形成了就是种植 然后成为向日葵再卖出 然后呢卖完之后再去买种子 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就是SFL会越来越多 然后之后它的龙作物也会越来越多 那但是呢它每个龙作物的培育时间的长短 是有不同的 在它的白笔树里面 差不多在它的Farming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它这有不同的龙作物 那Sunflower是里面比较基础的一个 到后面呢你还有土豆呀 南瓜呀 红萝卜等等 这些各种各样的龙作物 然后呢每个龙作物呢 它都有自己对应的一个时间 然后才长成 比如说像像日葵 它一分钟就长完了 然后呢土豆它需要五分钟 越来后面呢 可能它的时间会越多 但你可以预见的是说 你越晚到后面 你会发现你现在比如说右侧啊 就是有这么几个种植位 然后你这几个种植位是不够 你种更多的植物的 所以呢你需要往左侧去拓展 但这个地方之后 你会看到这有几个小的绿色东西 这个东西呢叫做哥布林 是它的游戏里面的一个NPC 那你需要把这些哥布林干走之后呢 你才能去解锁这种植位 然后去解锁更多的一些植物 那你要去解锁这些种植位呢 你就需要给哥布林一些植物 然后呢它才会把种植位给到你 那你才能去做更多的 就是有种植位之后 种类的植物啊 这是它的就是在你玩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可能你必然会去面临的一个扩张问题 然后这里面其实有资源消耗的存在 所以虽然就是游戏的入场经济成本 可能不是很高 就比如说一个Matic 但是呢农作物的种植是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需要你自己去运营的 所以你反过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游戏内的这些作物啊 或者道具都其实存在一个基础的一个时间消耗 那这时间消耗呢可能会形成 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一个定价的共识 就是你资源消耗越大 或者你花的时间越多 那这个东西的道具 大家的价格可能就会越来越高 那这个可能是在未来你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可能可以去做的一个参考 这是它的就是核心在种植上的一些玩法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自然自愿的采集和做一些工具 首先就是除了刚才聊的 就是你去种这个东西的玩法之外 你在它的白笔书里面还能看到 就是再往下部分 你会看到你会有一些工具啊 包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斧头等等啊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你最开始到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用SFL去购买 就是它有些类的通路区 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个斧头啊 比如这个东西 然后呢你买完之后你可以去砍树 那你砍完树之后呢 你可以得到三到五个木材 再在下面其实有一个介绍 然后呢有了这个木材之后呢 因为你被砍了 然后呢可能会再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这个木材才会重新剩下 然后呢你的木材又可以拿去做斧头 去做其他一些工具 或者是拿去卖了等等 然后呢这里面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斧头 然后又对应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像 你可以在这里开采这种石头啊 或者是铁啊 金子啊等等啊 然后都会涉及你有不同的一些斧头需求 那同时这里还有一个点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你在去砍伐这木材的时候 你的这个斧头是会被消耗掉的 比如说每一次你的采集 都会消耗你对应的这个道具 然后并不是说这种 就是你能够拿这个斧头无限的去砍 所以呢你这个所谓的这种升息资产吧 它是会被消耗掉的 这是它第二个就是种植收获和制作相关的事 第三个呢就是除了刚才说的种植和这些 你去做道具之外 它有些有那个稀缺度的 然后有限定的这些道具 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里有很多这种稻草人啊 金蛋啊等等 这些都是呢 它会有根据不同的时间才会出现 然后呢这种稀缺道具 它会对你直接的你的这种收益带来一点影响 比如说你能更快的种植你的就是这些植物等等 然后呢除了这种就是有增益的 然后有限定数量的这些 特殊的这种东西之外呢 下面还有一种就是装饰性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它对你的游戏收益没有实际的影响 它更多的可能是满足你的一些情感价值 比如说前面说的这种国旗啊 然后呢你在通常可能会一个cat 一个小猫啊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呢这种更多是它起来一个装饰作用 或者是你在身份上的认同 或者是一种就是可能心理上的需求的一种满足吧 然后呢它对你的实际的收益 其实并没有太多作用 所以有的朋友如果你是希望 在之前就在OpenSea上去买它的一些道具的时候 其实这种装饰的道具 也许它的价值不会特别高的 因为它没有对你的就是 呃未来的那个收益有实质性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想去在OpenSea上买一些小东西 你可能最好去看这种 能够去对你未来产生收益的这种道具 可能会好一点 这是它的就是关于道具这部分 然后呢还有一个点是你在 呃玩在这个游戏的时候 它下面还有一个skill tree 这个是技能术 就是你在玩到一定时间之后 那这个游戏它还会给你一些就是特殊的身份 然后彰显你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玩家 这种高级的称号同时也会为你的未来收益提供一些增益啊 也能够在它呃这个地方 不管是等级5还是等级10 它都会有额外增益在给到你的 这个是它在除了呃本身的就是 种植收益 包括一些道具给它收益之外 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等级提高 然后去增加自己收益的一个部分 这是它就是在种植收益上的一个介绍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反作弊的一个机制 呃之前可能很多游戏都被各种攻击过 或者是有很多工作者进入 然后把某一个项目的一些收益挖它等等 这种事情都会出现 然后呢这个游戏它其实自己 原来在呃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吃过一些就是机器人的亏 所以呢它现在新上的时候 其实它在反机器人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实际上第一个就是 它直接有一个反机器人的限制 呃在它的呃open scene上 你能看到这是它的lent 然后呢呃你能看到就是这里面有很多lent 但呢这些lent都是打了一个X的 实际上就是如果你登录的这个账号 一旦被识别成机器人的话 它会直接由官方封禁了你得到这个nfd土地 然后呢这些土地都会被像这样打上一个X 然后被标记为就是已封禁的一个状态 呃然后呢你被封禁的这个土地呢 你是无法再次去转手的 然后呢你也没办法去产出更多农作物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机器人的话 可能在这里会损失你的时间成本 以及你的nigmatic的一个成本吧 这是它在机器人上做的一个工作 然后你可以在它的下面这个部分 就是这有没有认真呢 或者现在活跃的等等 能够看到现在已经干掉了9000多个的lent 然后呢有3万多个是还没有被认证过的 这是目前它的lent的一个状态 呃然后呢这是至于机器人的部分 然后呢另外一个它还有对就是巨金 或者大户有一定的限制 呃游戏中一般会有那种就是比较富有的玩家 课金的这种大R的玩家 然后呢你可能会直接花一大笔钱 就买了大部分的这些原材料等等 那理论上就是你有了早期这种课金能力啊 然后呢你就能够获得很多的早期这种各种稀物品 然后你就能把它做下一步的兜售 但是呢对于游戏而言 它其实做了一些限制 在它白笔书的farming这个部分呢 最后面这儿 这儿有个crafting limits 这个地方它有三个主要的限制 第一个呢是说你同时只能制作 或者是有一种道具 那这样呢就能限制这个道具本身 制作一个批量化 另外一个呢对于同一种道具 你需要隔7天才能去再次制作 那它会限制就是你本身制作这个道具的一个效率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最多只能用有三个国旗 那就是为了限制一些稀有道具的制作和囤货 这是它对于一些巨金或者大户上的一些限制操作 然后另外一个呢 它会有一个反多开的一个机制 仍然是在它的白笔书的 在一个deposit这个地方 然后呢在它查的下面这部分 它这有一个反多开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如果你进场的时候 你其实是一个卖品 但是呢可能会有人他想就是一个账户多开 然后呢用多个钱包 然后去创建多个农场 然后呢赚取更多的一个收益啊 但是呢目前官方是比较进这种行为的 然后规定一个人只能进一个农场 所以呢一旦会被发现 如果你多开的话 那你的农场的资产就会直接被列入黑名单 虽然我们不知道就是向方是用合成手段去 去判定这种行为的 或者是去制约你的 但是呢因为它有这样的规则 所以其实很多的工作手绘找本 其实因为你这样做 你保不准可能就会被干掉了 那你之后的收益可能就直接会没有 所以这其实也是向方他在反多开机制上的一个制约 然后同时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 所以工作室可能相关的一些多开的人呢 就可以减少 那这是他在就是反作笔机制上做的三个主要的事情 之前很多练用失败的案例 其实都跟这种工作室啊 或者脚本很多有关系啊 然后Sunflower呢 其实之前1月份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呢他在这一次 在反作笔上做了很多的提升 那但是呢他的游戏在大规模开放之后 会不会把这种东西更有效的去遏制掉 其实还是有赖于就是未来持续的去观察的 所以大家有感觉呢 可以持续观察他就是未来的一个 就是大家社区里面的返回情况 好 说完这部分呢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他本身的一个通证 能够看到就是他在4月7号是launch 然后呢他在5月9号 也就是今天其实他的SFL已经launch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在QuickSwap上去看他这个SFL 你可以在这儿直接QuickSwap点上之后呢 你就能进到这个DX下面 你现在能看到就是他的SFL是0.35 他原来最开始的其实价格是很高的 但是呢官方是希望他的价格在0.05这个阶段 所以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讲 就是官方其实他有在就是劝社区的人 不要去买他这个SFL 然后呢让他维持在一个比较 他们这个比较认可的一个价格 那这里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说 这些早期的被他玩家 比如说他在4月初就进了这些人 他会在就是今天的时候 大量去抛售他的SFL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去看他的一个经济模型 以及他的供需量的那个平衡情况 我们做了一个表 这个是我们的公众号 大家如果感兴趣 那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进到我们的文章 然后呢在文章里面直接看到这个图 然后做一个参考吧 然后呢这里面其实是把就是SFL 它的获得和消耗 以及它可能对应的就是二级上的一些行为 做了一个梳理 那这里就不再跟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总的来讲就是说 在你不断去深入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 你会伴随着大量的就是SFL消耗的环节 然后结合就是之前我们讲的一些反作弊机制呢 其实里面还会存在很多的一些限制因素 理论上呢就是不会有太多的SFL 去在这上存在一个抛研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现在大多数量有啊 就是都是有比如说早期的投资方 或是一些社区轮次 或者IDO等等 然后呢一般它上线的时候 就会有早期的一些资方去砸盘嘛 但是呢SFL它是没有预挖和前置购买的轮次的 这部分呢也可以在它的 同样在它本书里面 在它的这个Tekonomics这个部分 去看它的一个介绍 这台选就是呢 这个通证呢它是没有任何预挖的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SFL的产出 都是由玩家去试探出来的 所以呢可能在比如说今天上的时候 会有一些人去卖SFL 但是呢它现在的流动性是比较低的 它的价格波动影响也会很大 所以向方的朋友呢也在 就是他们的SFL里面再去劝大家 就是不要在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流动性很少 波动很大的情况下 而且在后面跟大家讲 就是你在早期去提这个项目的时候 提它通证的时候 其实你会支付更多一些手续费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它是不建议大家去采取 其他任何操作的 这是目前的它的通证的一个 基础的一个情况 当然游戏为了维持它以后 通证的一个价格稳定 它其实做了一些 就是限制外媒体的一些方法 可以来讲就是你在它的Tekonomics 在它的最开始部分 你能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减产机制的 可以来讲就是说 你每到玩家赠来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它的太阳化的产出都会减半 比如说你现在有10万个玩家去参与 然后它的Sunflower 可能只能产出0.02美金的就是SFL 但后面呢 当你的玩家能够到50万的时候 那其实一个太阳化 可能减产会直接砍半 变成0.01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它一直有的一个 就是目前它一直有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数据 从它10万50万加到100万5万等等 它的SFL的产量是一直越来越少的 这个可能就跟那个Bitcoin挖矿的 其实是很像的了 但是呢 它会根据就是用户的增长的速度 来去不断地做减产 然后去控制它的一个通胀 这是它的第一部分 当然第二部分是 你在下面看到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Visionware 然后呢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许愿持啊 这个东西是为了鼓励用户去持有SFL 并去提供流动性的 然后因为很多的就是SFL在链上提取的时候 其实都会征收一定的手续费 所以当你提供了这些流行之后呢 你未来可以去获得这手续费的一份的分成 然后玩家呢 你是每隔三天就可以去点一次啊 这是它的Watchwell的一个设定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在它的提取啊 因为很多也许可能都会存在 挖卖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针对它SFL的一个提取呢 它自己本身有些设置的一个门槛 很想讲就是你单次提取的SFL越少 那你被收取的这种提款的税就会越高 因为其实它的SFL是逐渐的去产生的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比如说产出了5000个 或者1000 1万个等等 所以你需要提取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等更长的时间 然后呢 等更长的时间之后 你提取的时候才会有更少的一个手续费 想象的数据呢 可以在这个白皮书里面看到 就是比如说你提10个以下 那你会需要收30%的一个费用 再到100 1000 5000 5000以上等等 然后最少呢 是你提5000以上的SFL 然后呢它的手续费是10% 这它在就是你去提取SFL上的一个 手续费的一个设置 那另外一个呢 是你本身在游戏里面 你可能会需要各种买种子 然后去种自己的一些植物 但是呢 你的土地里面的这些种子 其实它是库存是有限的 在你玩了一定时间之后 你其实需要跟这个合约做一次交互 然后呢 你才能重置里面一些数据 然后继续去买相关种子 然后继续去种相关的植物 这个说法在它的 在最部分就是在它的这里 同步这个地方 有详细的去讲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你需要去补充 自己土地里面一些库存的话 在它的游戏机制上 是你需要跟它的链上 做一次同步交互的 那那这个时候会产生 0.1Matic的一个交费 然后呢 理论上讲 就是所有的这交费呢 可能就是玩家去花费的消费 但是呢 这些消费到了相关手里面 可能都可以拿去做 更多SFL的一个回购 或者燃烧等等 然后保持着它整个SFL的 一个价格稳定 但这个只是一个推测 那以上就是关于它核心的一些 经济模型上的一个机制介绍 核心包括比如说你去 最开始的时候 SFL会根据人数的增加 然后直接产量和减半 同时呢 你可以在游戏里面 通过它的学院池 然后把自己的SFL去锁了 然后之后呢 获得它一份的 手续费的利润分成 那你在提取SFL的时候呢 会根据你提取的数量 然后做一定的手续费的一个限制 同时在你未来去 要更多种子 然后去扩大自己的生产的时候 那你需要跟它的链上 做一次交互 然后同时呢会有一定的手续费 去支出的 然后呢这份支出 可能未来向方会 乱去做更多其他事情 但这是它的 关于通证经济上的一些介绍 那在它Room Map里面 你其实还能看到在它的 差不多在它的第二阶段 到第三阶段吧 因为它现在其实还是一个第一阶段 在后面阶段里面 其实它会有更多像土地扩张 然后同时它有就是要 内置DX的或者NFT等等 相关的一些规划在里面 然后让这个游戏的玩法 更加丰富 所以总结来看呢 就是目前这个游戏的经济设计 虽然它用的是一个单通证的模型 但呢它里面有很多 就是消耗燃烧机制 然后有减半呀税收等等这些机制 然后去总体来维持 这个SFL的一个工序的一个平衡 然后维持它的一些架务力吧 但这个后面可能还要结合 它本身的一些反作弊的一些 运行的效果 所以大家如果感觉呢 可以去持续观察一下 这个游戏未来的一个发展 但因为这两天 它的SFL刚刚去上了这个DX 所以它价格应该是还极不稳定的 所以大家建议是说 先去观察一下吧 这它的就是关于 经济模型上的一个介绍 另外一个呢 是Sunflower它整体的一个团队 它的合计的一个点子是说 它是一个实命公开 然后呢它的项目是开源的 从而呢跟社区保持了一个 良好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团队 这几个团队呢 首先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我们在之前就是 澳大利亚的一个官网上 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团队的一些背景 能够看到就是说 它是在去年年底啊 12月才继续成立了 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 它唯一的一款产品 就是这个Sunflower链 然后同时你在它官网的时候 它其实有把这些所有人的 就是领音 包括他们的推特 包括他们的实名的 这些脸都是露出来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 应该来讲是一个 还在正面是值得敬佩的 一个团队吧 然后应该也不是太像那种 会跑路的一个团队 然后呢你们去看它 CEO的一些介绍的时候 我们在自己的文章里面 把CEO的相关介绍 做了一个截图 大家可以在 就是我们的文章里面去看到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CEO呢 可能它之前 有个不太好的地方 在于是说它没有很多这种区块链的经验 但是呢它在软件开发上 其实是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经验的 这个是他们团队CEO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这个团队的这代码 全部是开源的 你在GitHub上能够看到 这个团队的一些代码的情况 然后你们看到就是 它的被Fork和被标新的这些数量 都是还是算蛮高的 所以应该是说 它在GitHub上的一个人气 还是算不错的 但这个游戏它自己期望是说 做成加密社区里面 由社区建立的排名第一的一个游戏 所以他们其实跟社区沟通也是蛮密切的 所以大家感觉呢 也可以去他们的Score 跟他们的社区做更多的一个交流 以上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核心内容了 包括它是什么 它的一些种植农场的基本操作 它的里面的基本的运用玩法 反作弊的机制 以及它的经济模型 和它的一个团队情况 然后这个项目呢 因为它是没有预挖和提前购买轮次的 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资方 我想想看 这是它的一个整体介绍 然后我觉得可能从前面来看 就是首先它其实是一个 没有预挖机制的 然后呢这样其实对普通用户是很友好的 而且这个游戏是开源透明 在这过程里面呢 其实不会有像之前很多游戏那种 所谓的什么老鼠舱呀 或者是资方砸盘等等的一些担心 所以其实它这个游戏的好坏 会跟就是未来这些普通用户 到底买不买它这个游戏本身 这玩法的账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 另外因为它的代码开源 所以里面其实很多的游戏规则 它的一些经济模型设计等等 其实都是能够公开调查的 这是它比较好的地方 同时呢它本身里面设计了一些燃烧机制和简单机制 那这个对于它SFL的未来的一个供给的平衡 和稳定一定的价格 可能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游戏模式 这个游戏它是跟那个QQ冷场其实很像的 然后呢它的体验也是非常轻松的 所以它这种模式呢 虽然现在很多链也有类似的这种玩法 但是呢它目前看起来 就是从它的YouTube的一些视频来看 应该是做的还算不错的 交互也算不错的 所以它的游戏玩法机制上 也是算还不错的一个游戏 这是它的有潜力的部分 另外一个呢可能 有风险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本身代码开源 像之前开源造成问题呢 就是像Swisswap对Uniswap的一个fork 然后通过一些基地 然后直接把人拉走 那对于Sunflower 它这样一个开源的一个游戏 也许未来也会存在类似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把你的代码fork之后 然后另外一个反盘去提高更高收益 然后把你的玩家先拉过去等等 所以呢未来它能够走成什么样 也是需要进一步去观察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虽然有很多的反作笔机制 但呢它的游戏玩家还不算很多 然后来看到我们觉得Sunflower 它的潜力和风险都非常的鲜明 它是一个很依赖社区的一个开源游戏 然后呢为玩家去创造一个 友好和公平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空间 但本身它也面临各种访盘 和脚本的一个威胁 但是狭不掩瘀的是说 就是越来越多的这样 透明的游戏的出现 其实可能是越来越多的 为GameFi未来的发展 去做一个证明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链 它的走势都不是很好 然后呢它的资产也都掉价很多 但也许这样的就是基于社区的 然后开源的游戏会慢慢的就是让大家对链游 也会有更多信息嘛 当然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也欢迎你来我们的社区 跟我们一起做交流 但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款游戏 能够有一定的建树 然后呢这样的开源的基于社区的游戏 一旦成功的话 也许未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 就是更加开源的 更加的就是透明的一些游戏 然后迎来更多的像Sunflower 这样的一个结果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 如果你觉得我们内容对你来讲 有价值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内容 感谢观看